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斗福音第六章 第七至十五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祈祷时 不要唠唠叨叨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 便可获得垂允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 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成形于地 如在天上一样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宽免我们的罪债 如同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宽免你们的 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 你们的父 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 耶稣邀请我们 你们祈祷时 不要唠唠叨叨 因为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的确 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德 来相信天父能透视我们的心和生命 来相信他比我们更知道 我们现在及未来真正的需要 来相信他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与计划 即便多时和我们期待的不一样 如果试着回想过去一件曾遭遇过的冲击 考验 困难 痛苦 此时此刻这件事已成为过去 而你也真实地从这个经验走过来 并且累积了很多的资源和果实 当冲击发生时 多时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有时候也会抗拒地问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但如果细细地回想 我们会发现 在过程中都有天父的用心 爱的陪伴 及所给予的力量和恩宠 当我们花时间停留时 才能细细地品尝 指出并承认天父的作为 天主也承诺我们 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 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马斗福音第六章第33节 因此 让我们怀着信心祈求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成形余地 如在天上一样 让我们相信 我们所惦记的 生命真正需要的一切 会加给我们 而我们每天得到日用的精神和物质食粮 我们的过犯无数次的被天父宽勉 我们被保守免受诱惑 我们得享宽恕和被宽恕之后的平安 这些都是奇迹与恩宠 因此 让我们放心大胆地向天主祈求吧 并且为此感谢赞美天主 请品尝圣言 体会天父的心 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回顾一个生命经验 或在这一天中细细品尝 并认出天父的灵在和作为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求你赐给我信德 相信并渴求天主的国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有信心地向天主祈求 知道祂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明天再见